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家里的剪刀比较动 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不用找剪刀师傅 我们自己就能把剪刀摸得 如果剪刀动了 我们就学会用这种方法来摸剪刀 时间短 然后摸得剪刀比较凤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剪刀比较动 我们剪的时候 它剪不下去 大家看一下 剪刀这俩有一个弓形 那正是因为有这个弓形 我们才这样压下去的时候 能剪下去 如果没有这个弓形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条缝 那如果没一份 这两个剪刀这样下去之后 它是剪不上东西的 无法把东西剪下来 你家里看一下 你在家里的剪刀有没有这条缝 就是它是这样弓起来的 大家看 这样弓起来的 我们剪下去的时候 才能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剪下来 那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 剪刀把这个夹住了 但剪不下去 我们就把这个剪刀呢 现在来摸一下 五秒钟就能把这个剪刀摸得 缝缝一缝的 而且剪得还特别的快 我们首先找个磨刀石 剪刀呢 有三个面 我们要摸哪个面 首先要搞清楚 大家看 第一个面是有斜度的这个面 这个斜度呢 比较大 而第二个面呢 是它的这个平面 大家看 这是剪刀的背部 平面 那第三个面呢 是大家看一下 有这个刃的刀刃面 特别小 大家看一下 这个面就是刀刃面 第三个面 我们摸剪刀 不摸平面 也不摸这个斜面 我们就摸这个刀刃面 也就是第三面 把这个第三面摸一下之后呢 剪刀就变得特别分敌的 现在我们来摸一下剪刀 这个是磨刀石 我们随便家里找个磨刀石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倒数点水 好了 把剪刀我们这样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从肩部 用手抓住 先磨肩部 然后再磨根部 那从肩部磨到根部 大家看 我们放成15度的角 我们往前推 而不是这样拉 不能这样拉 我们要推 这样抹上指次之后呢 这个剪刀就变得无比分敌 那这只面摸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只面呢 一摸一下 也是同样的摸 第三面 然后呢 我们向前推 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现在啊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那还是啊 试这个塑料 大家看 在这看 立马就剪开了 在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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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特别分敌 我们折磨了几下之后 这剪刀呢 就变得特别分敌 这就是我们折磨剪刀的技巧 大家日进啊 掌握 掌握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摸一下自己的剪刀 我们不用花钱 就能把这个剪刀折得无比分敌 那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我们日子来 焦虑学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